来,这一题呢,他要跟我们讲A,B,C是三角形里面的角度嘛 然后他要Proof这个东西啊,Sine A,Sine B,减Sine C等于这个 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哦,这里有三个Term 然后到最后他只有一个Term罢了 我们就用到什么呢,用到这一种的Formula 这种就是两个Term,コンビ成一个Term 这样以此类推他就会两个变一个 然后三个的话可能就变两个了 所以我们怎样做,一开始,先抄下来哦 Left hand side,过后我们看到这个Sine A加Sine B 这两个就可以Combine了哦 Combine,怎样做,这个是Formula来的 Sine C加Sine D等于什么什么 如果C变成A,D变成B,他就变成这样子了哦 OK,那我们再把它写下去 写下去了过后,这个Sine C怎样变 Sine C也是可以变,变成什么 Sine 2A等于2Sine A cos A嘛 这个是Formula来的 过后,如果我们每个A,这个2A除2 A也是要除2咯,A也是要除2 我们就拿到Sine A等于2Sine A over 2 cos A over 2 然后如果A变成C的话 就变成2Sine C over 2 cos C over 2 就是这个了啦,明白 过后我们再把这个Sine A加B over 2 其实等于Cos C over 2 OK,这个东西怎样做,我们从这边开始做起 看啦,A加B加C等于180嘛 这样做做做做,做到最后我们知道 A加B over 2等于90-C over 2 然后,我们要把这个Sine A加B over 2 变成Cos的时候 不是这个Sine Dita,你Cos 90-Dita嘛 Formula来的 所以这个就这样子做咯 90-Dita,这个是Dita嘛 然后开 bracket,开 bracket我们就拿到Sine A加B over 2 等于Cos C over 2 OK 然后因为这个加这个等于90度嘛 所以同样的道理 Cos这个也是等于Sine C除2 明白 那我们就可以写下来咯 写下来过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那个C除2Factorize出来 Cos C over 2啊 C over 2两个都有 2都有啊 所以2Factorize出来 Cos C over 2Factorize出来 过后再把里面没有Factorize到的写下去 写下去了过后这个看到吗 Sine C over 2 我们也是知道Sine C over 2等于Cos A加B over 2 把它写下去咯 写下去了过后 我们就看到Cos这个-Cos这个 就可以Combine了 用这个来Combine咯 Cos C D Cos D-Cos C等于这个这个的 所以我们把全部东西sub进去 我们拿到2Sine A over 2 B over 2 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到这边了过后 就看到了咯 2乘2就是4咯 然后这些全部Terms写下来 每一个写下来就Proof了 OK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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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